各位观众 这里是泰国曼谷国家会议中心 当地时间11月18号上午 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永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抵达会场时 受到泰国总理巴育热情迎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 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 过去几十年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 亚太合作早已深入人心 现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亚太地位更加重要 作用更加突出 新形势下 我们要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再创亚太合作新辉煌 习近平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 亚太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 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相互尊重团结合作 遇到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寻求最大公约数 我们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 不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 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提供保障 第二 坚持开放包容 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 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亚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方愿同有关各方 全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促进区域融合发展 明年 中方将考虑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荣 注入新动力 第三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建设清洁美丽的亚太 我们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推进能源资源 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中方将为落实生物循环绿色经济 曼谷目标提供支持 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欢迎亚太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在减贫 粮食 能源 卫生等领域 加强务实合作 第四 坚持命运与共 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 我们要以战略和长远眼光 看待亚太合作 维护亚太经合组织 在区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 维护亚太合作正确方向 要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原则 不断深化互信 包容 合作 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 发扬大家庭精神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不断迈进 习近平强调 上个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 规划了蓝图 中国愿同所有国家 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 对外开放 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继续同世界 特别是亚太 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最后指出 泰国有句谚语 撒什么种子 结什么果 我们已经共同拨下 布特拉加亚愿景的种子 应该精心栽培 共同呵护 培育亚太共同发展的 繁荣之花 会议由巴育主持 主题为 开放 联通 平衡 17号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欢迎晚宴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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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